原来黑神话中的悟空动作设计 根本没有任何夸张 这段拍摄于十几年前珍贵影像 记录了少了弟子演示喉拳全过程 各种逆天招式 完全不输游戏中的动作设计 透过镜头我们可以瞧见 少林弟子动作宛如灵猴一般 手动棍棒更是被舞得呼呼声微 而后一个单手上棍的动作 更是完美还原游戏中的招式 足足停留两秒后 少林弟子才缓缓落地 而后提着棍子便开始挥舞 据悉少林猴棍又名为烧火棍 发源于河南少林寺 整套棍法刚猛无比 其中包括打 点扫等犀利招式 早在明朝中期 少林猴棍便经过实战的检验 在抗口战役中立下不适之功 而八六百西游记中的僧悟空 便施展了此等功法 在简单展示完少林猴棍的基础要领后 这位少林弟子猛然发力 直接用双脚勾住铁棍 直接完成腾空战力 恐怖的核心力量 全网估计很少有人能够做到 除此之外 少林弟子还能将棍子甩飞五六米 而后平稳接住 如此伸手 确实让人大开眼界 看完这段影像 我只想说 黑神话悟空的打斗设计 或许都设计保守了 导臨 导臨